圓頓審商店街 幻幻客不知道的 名古屋最古老的商店街喔 到到暖爐 供大家好夥用 早安 Rion 等於這盤免費 乾杯 乾杯 集市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晚上要去名古屋 但是日本下大雪 現在新幹線全部都延遲了 大混亂中 沒想到竟然下大雪啊 好崩潰喔 全部都delay 所以我可能會比預計的時間晚個30分鐘才會到 不過至少他還有運行啦 沒有停時就好了 就看網路上的結果 明古屋下大雪 應該說現在日本到時候會下大雪 混亂混亂 全部都超混亂的 車轉變來了 車轉變來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到明古屋了 結果這個車大概晚了 30分左右到還OK 終於到了 而且沿路都白茫茫的一片啊 我想要先去飯店擺行李再出去逛街 看好多喔 因為大雪所有列車都延遲 現在車站整個大爆炸了 明古屋車站 每次集合大家都會站在這個金色時鐘下面 一個地標 好 我這次住的飯店在櫻通口這個出口出去 走路大概不用5分鐘吧 還蠻近的一個地方 要等晚上再來開箱飯店囉 看沿路都積雪 只不過地面因為雪溶掉都這樣子 濕淋淋的 我第一次來明古屋遇到下雪 就算我冬天來明古屋 也都沒有像這樣積雪的說 好像很稀奇 來明古屋當然不能錯過 明鐵白貨的娜娜獎啦 好可愛喔 他今天是草莓蛋糕 我已經把行李機放在飯店了 現在呢 就打算帶大家去看一下 明古當地人的商店街 聽說那邊很酷 就會去看一看 走路走一下就可以到了 地面都是這種爛爛的雪 地面都是這種爛爛的雪 小多金水好冰喔 看商店街應該快到了 我們到了 就是這裡 圓頓寺商店街 觀光客不知道的明古屋最古老的商店街喔 這裡非常有在地風情 你看上面的這個天花板就知道很有歷史了 他商店街其實不長耶 就短短一條 但真的就是明古屋市民會來逛的地方 前面還有人在拍照 我在附近看 快點在 shrine 明古屋市民會開店 好好真的 但是就像外面堆 所以這裡人會開店 那種那種地方 小朋友們在堆雪球 超大的 你們買到水這裡 大大的 好可憐 看到還有一些像這樣很時尚新開的店家吧 新舊融合 我覺得氛圍很有趣 看在辦活動 喔!日本酒 預備五百塊 讓我不喝日本酒耶 好可愛 超多暖爐 供大家烤火用 我們已經逛到出口了 好短喔 我覺得這座商店街真的就是 我覺得是附近居民會來這邊逛的吧 就是短短一條 然後餐廳 比較少那種可以邊走邊吃的 應該說我沒看到 我記得從這邊過去之後啊 有一條可以散步的路 這邊啊 這邊轉 有一個叫四間道的 古房子保存區 就還保留著日本原始風景的建築 原來名古屋還有這樣的地方耶 我以前都不知道 這邊的風景還蠻有趣的 這邊的風景還蠻有趣的 可以有時間的話來這邊散散步 不過如果你想要吃東西 這裡沒有 可以來看一下日本以前的建築 可以感受一下在地風情 好 那我就再慢慢的總回抽站了 我從世間到那個巷子逛出來啊 走到大馬路 其實正面就看得到明古屋車站了 這邊就是明古屋車站 來明古屋一定要吃這個 那咖啡丁我剛剛問了 他就是因為這兩天聖誕節 就沒有營業咖啡的部分 只能外帶 那禮拜一的話咖啡正常營業 這全部都在排外帶的 我剛剛瞄了一眼 他排到 下面全部都還在排隊 現在P60咖啡不能進去 所以呢我想說去找其他咖啡店吃 去吃一下明古屋的小倉吐司 好點一下明古屋的早餐文化 算已經下午了啦 應該有一間很有名的店 就明古屋市民超可以的一間店 這邊附近 他說到明古屋就是要吃小倉吐司 而且他很特別 就是你只要點飲料他就會附餐 超莫名其妙的 去找一下 他去吃的那家咖啡廳啊 從明古屋車站然後NANA人行 過來之後 前面 他在前面那邊有一家咖啡廳叫做Leon 剛剛問了明古屋的朋友 他說這間很推 離車站又很近 一起去看看 這家我也沒來過耶 這算在地情報嗎 這邊的觀光客一定不知道 太妙了 在地人才知道的訊息 啊在這邊 在這邊 早餐的早餐 一整天都有附這個早餐的服務 超奇妙的 就你點一杯咖啡 然後他就會送你 吐司麵包 來 看起來 來 超奇妙的 你只要點任何的飲料 他就會附這樣子麵包給人 饮料也都不超过五百 饮料的咖啡 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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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只要五百块 超莫名其妙的 很大耶 等于这盘免费 明古屋的早餐文化真的超硬而不解的 小苍就是纸红豆 红豆馅的烤吐司 明古屋的小苍烤吐司有很多种类 它这个是用夹住烤吐司 然后又有厚片 然后上面是抹红豆馅的 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类型 有很多种不一样的 汉烤鱼 鱼 切凉了 烤鱼 一起吃一把 与中间夹� 밀 面包里面配到最甜的 鱼 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刚刚喝已经不知道 这种地方刚刚喝已经不知道 这种多归我的名古屋朋友 这种 还蛮有气氛的 黎勇 可以来 然后我觉得食物中规中矩 不难吃 真的就是吃气氛 打发时间啦,还OK 不错不错,当地人可能就都吃这个吧 现在也下午3点了 饭店可以check in 所以想说先 开箱一下房间咯 那日本的饭店 不用抱太大的期望啦 我只在意它干不干净而已 这间,这是我今晚 住的饭店 R&B 感觉还蛮新的耶 非常的小 这样就结束了 这样就结束了 看一下浴室 浴室也很小 不过很干净 日本的饭店就是这样 它就是如此的狭小啊 行李箱绝对是打不开的 结束了 夜晚的名古 走 吃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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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间吗 到了 世界的山脚 吃鸡翅 这附近也太多间了吧 超多间的 超多间的 哈哈哈哈 估计 吃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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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里 雨 挢工 量一点头 二汴 要配酒 一天 皇崇 台湾焼きソーバー 台湾焼きソーバー 味道鬆 味道有點辣 配酒的 菜單全部都有照片 很好 那等到醉的照片 用紙就可以了 好 到底還沒有終點 應該十二點多一點還有終點 走動的 在開著吧 自動的 沒喝水 你醉醉了 醉醉了 醉醉了 那晚安 名古屋第一天結束